你知不知道我之前查工月的时候 看到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水箱 然后里面有很多很多鱼 我看在你一大早送我来海洋馆的份上 我就不跟你计讲小电鱼的事 日行一上马没关系的 不过要是我能跟周易燃一起来就好了 喜欢我就喜欢我嘛 为什么一直拿周易燃当幌子呀 我是真的喜欢周易燃 为什么我怎么跟你说你都不信呢 这是我专门为看他买的票 等了三天三夜很珍贵的 你干什么 你疯了吗 这票都费你四万了怎么用啊 我现在给你这个荣幸当我的助理四天 好的酒店包吃包玩包住 还有包坐在周易燃演唱会第一排的票 第一排 真的假的 我还可以认你跟他单独相处两个小时 为所欲为 陈江 但是你不会是骗我的吧 姐 那个远勤姐已经在化妆间等了 她想要跟江河老师先见一面 能不能帮我先转达一下啊 好 我去跟她说 谢谢啊 他们说苏远晴想见你 请你过去一下 不去 他们还说 这里只协调到中午 下午就要开放了 要抓紧时间拍你跟苏远晴 你们吵架了 再加上一条 私人问题禁问 不行 她不去 不行 她不去 不行 姐 我拜托你 你再帮我跟江河老师说一下 她脾气很溜达 不是姐 我给你 别 我知道了 那我再去跟她说 谢谢你 谢谢你 拜托我 去一下吧 你就去看看 不好吗 你就去看一下嘛 你看现在所有人都在等着你 你觉得这样好吗 她让我去我就去 我面子该放那儿 跟她说 不去 她说 她说 她一会儿就过去 真的吗 谢谢 谢谢 谢谢姐 江河老师 谢谢你 我觉得你还是 你疯了 你听不懂我说什么吗 不想得到这种结果 就不应该让别人去回答自己该回答的问题 你不要因为私人感情而影响到工作 你懂什么 她神经病啊 你们女人都是一样 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她装病 我不去就是我的问题吗 这个时候 见了面就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 现在这种情况 放下自己金贵的面子 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需要为别人着想吗 没你那么虚伪 自己不想回答的问题 就让助理去讨厌 这就是你的不虚 你这助理怎么当的 竟敢骂我 跟你周一燃的票说 白白 真是好笑 说让我当助理的人是你 现在让我滚的人也是你 我的票你说死就死 你真以为自己是王子啊 要不是因为周一燃 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哄你啊 去 你干嘛 喂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啊 导演 走一个 你看一下 她当苏远晴的替身 我 可是 刚刚导演说过 这一场是吻戏啊 吻戏 不行 我还为我的周一燃 首身如玉 你不是说要顾全大局吗 哥 怎么 一个吻戏 你就紧张成这样子了 你 你 你 我 如果 你 我 我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